你若聽到一項所欠的事 你可能會想說 你好難 我跟你說真的啦 而且我這次是南主教 南主教 競教好難 我才不想聽他在那裡好難 或是你想要別人都說白菜 沒太信用 但這個為好難 最大的敵線 就是為好難 這心裡在帶我們為好難 但是你才有想過 到底是怎樣要說好難 好難通常用來形容 一個人說的月吃喝 近本的五八爪 好難是對為好難來的 也就是為好港的我們 以前的人認為說好是冥想 人若是回到好 不是去喝吃去 就只站在乎乎乎看 再來就要競選 不可能會給好難看得欺負很久 所以如果有人說 他可以給好人圍出來 一定是碰風五八爪 真是的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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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這張 都沒有圍著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 讓人其實是對日記的 好難得出去了 那就是本化雷 本化雷 本化雷聲音會當團中音 所以在福高 讓人當作發起 本化雷的意思 也用來說 互換風三高停滴海角 後來 雙邊做的功能 碰風超大 本化雷對福高團到一本 得兩者 好難 復福 日本時代 台灣人開始說一句 好難 復福 後面的日 讓人生氣 只說好難 連累連累 雙邊做台語的好難 為好難這個書 保證最早出現在 1991年出版的 台灣的大書店裏面 1931-32年的 第一大書店 也沒有收錄 賺起來 好難有可能是 日本時代沒記 字日前後才出現 歷史其實不太長 是我們近代才出現的書 而且1981年 中國出版的 普通的萬人紀書店 也有收錄為好難 代表那當時的萬人紀 同樣有好難這個說法 除了好難以外 還有碰風 放炒氣 說好小話 搓噴雞尾 都差不多是那個意思 雞尾是雞的消化器官 發尾好作素人 除了消化 也是可以減時地食物的器官 親像是一個 可以存機位落下 若是雞尾在噴風 對整個碰上去 就像花咪在說的吹牛皮 所以本家的鬼也有炒端 說大社會的意思 後來啊 沒有時間更好難啊 對 你 你 有